今天做韩式辣炒年糕 没食欲的朋友可以试试 很开胃 视频包含年糕做法 300克年米粉 也就是大米粉 加100克冬米粉 用250克温水拌湿 采取边倒边拌的方法 尽量拌匀一些 最后会出现大的颗粒 下手捏碎 倒在稍微消电的碗里 放蒸锅上 盖上盘子 防止水蒸气进去 用中火蒸25分钟 准备一个小洋葱 切成碎片 再切点包菜 放碗里待会用 锅里蒸好以后 再倒回大碗里 浇散 稍微散热一会儿 不烫烧就可以了 不要冷凉 不然后面会硬茫茫 揉不动 再下手活成面团 这个过程有点费力 可以找个利息大的来做 如果中间因为凉了 火不动 可以放回锅里 再加热一会儿继续火 直到活成光滑的面团位置 转移到面板上 搓成细条 最后切成小段 如果喜欢切成片 长条就揉得粗一些 装在保鲜袋里 放冰箱冷冻汁冷冻 想吃的时候 从冷冻汁拿出来 放开水里 配一块方便面 把方便面煮软开就可以了 捞出来控水 锅里加油 把洋葱放进去炒出香味儿 放包菜炒到变软 再加开水到蘑菇包菜 放年糕和方便面 加两勺韩式辣酱 一勺番茄酱 放点糖提鲜 再加盐和鸡粉调味儿 拌匀就可以了 我没买到辣白菜 如果有辣白菜 放点进去口感会更好 还是辣炒年糕就做好了 很开胃 适合食欲不振的朋友 石头美食 天天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石头